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 高雄是一名陈姓男子在卡拉OK店与店家一音酒后细故纠纷 警方赶往处理 陈男拒绝盘查 还枪警 我被打 你在哭吗 并与警方拉扯 一名警员的制服被他撕破 陈被带回去后依防害公务罪送办 警方表示 56岁陈男 有公共危险前科 本月6日凌晨最寻寻到三民区建兴路一间卡拉OK 一音不胜酒力与店家争执 警戒获报案 赶往处理 警方盘查时 陈男拒绝出示证件 突然暴怒并入骂远警 我被打的 你在哭吗 警方质问他 你在讲啥 陈男挥枪警 还动手与警方拉扯 一名警员的制服被陈男撕破 警方将他押上警车时 陈又瞧警 你哭吧 警方说 陈男到这家卡拉OK 电影酒前 已先在他处引用约版平威士忌 后在店内因消费不愉快 故情绪失控 陈九策职达零点击豪客 陈清醒后在派出所对警方表示 他脱口而出的辱骂自此 仅是口头禅 不是要骂警察 陈并表示 当时已喝醉 不知道警方问他什么问题 也不清楚为何对警员动手 警方训后将陈男 依防害公务罪宋诞